你現在是用一個新的創作的角度在回答我們 還是回到了之前那個時候 那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人 有辦法精確的講述他1999年的時候的那個記憶 那為什麼這件作品需要修故事 它其實這個畫框旁邊的像是LED燈的部分 是會隨著一個幻燈片的閃爍 那這個閃爍本身的搭配是需要透過一個電子的裝置 那這個電子裝置在長家在販售給美術館的時候 是完全消失的狀態 包含說老師說作品本來有音響啊 但音響也沒有進來 後來一問之下才發現長家自己把那一組音響 拿去當家裡的音響在用了 於是他在交給美術館的時候 就也同時沒有將這個東西交進來 那這邊其實是表現的一點是說 有一些對於作品在交給美術館做入場的時候 我們對於到底要交什麼東西的這個清單 是不是有清楚的去做一些釐清的這個動作 那2018年我也在統治的鼓勵之下 那時候拿我自己的碩論以國美館的新媒體保存 那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知道國外 他們對於媒體藝術的修復 大概是在怎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什麼樣子的設備之下進行 那如果有相關背景的人看到 你們會覺得跟做那個影片剪接啊 然後電影後製啊等等的 其實看起來很像 沒錯因為我們在處理的其實就是很多根螢幕 然後數位檔案 然後電子材料有關的這些名產品 然後2019年來到M Plus 那時候館內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況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留下太多的照片 所以左上角大家看到是當時我一進去 2月的時候已經去馬上就加入一個館內跨部門的 媒體藝術的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呢 就是全部大家畫面上看到的這些 來自測展Movie Image 流動影像的測展人 然後他們總共派了大概兩個人 然後修復師三位 然後還有館內的IT 管理電腦的技術人員 然後還有產品管理系統的管理人員 跟很重要的產品的登陸人員 那因為那個時候是還在一個開館籌備的狀況 那我們就在這個會議當中 我記得是每六個禮拜吧 定期開會 看一整個下午的會議 然後去討論所有跟點藏品要進到美術館 從入場然後到資料 哪些資料要開放給觀眾 到後面的展覽的準備 然後這一整串的流程 怎麼進到美術館的系統 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建立起 M-Plus他們一件作品進到美術館以後 到底要去到什麼什麼樣不同的地方 因為如果清點下來 M-Plus大概有七到八個獨立的特別空間 是有數位影像的作品會需要進去的 那2019年基本上就是因為整個香港的生活環境 跟政治影術 我就回到台灣 那其實最一開始是2020年 受到北美館的點藏華藝族 他們裡面有位於一千 我在哪一的學姐的邀請 就為他們做了一個調查蘋果的計畫 那這個調查蘋果計畫 其實跟這次我們海關東美術館 在合作所製作的狀況非常的相似 但是這個後續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我覺得為什麼跟官媒館合作 反而會覺得比較可能 比較能夠產生影響的一些原因 那左下角大家看到的是 當時我和兩位入場的館員 以及當年正要入場的一位 很年輕的藝術家陳日文 我們在討論他的作品的藝術家訪談 那帶著他一起填完了藝術家的訪談的表 然後也在那個時候 確定了入場的時候要繳繳哪些的內容 那如果大家對這些表格有興趣的話 如果應該是今年1月的第一個禮拜 如果大家有看東美館在線上所辦的那個論壇的話 北美館最後最後尾聲所發出的幾個表格的畫面 其實是我這邊為他們做設計的 好 然後2020年結束以後 2021年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也對這個計畫來說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里程碑啦 開始跟RTouch有一個說一說保存的專欄 那目前就是最後完成的6篇在網路上 所以今天如果有稍微點到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法相談的東西 其實有蠻多的內容都有在這些5章裡面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也開始和關注美術館這邊來進行合作 好 那很快的也帶一下科技藝術典堂基礎計畫 那因為其實這個計畫從2018年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和子全就一直苦於一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其實是一個第三方單位 這個單位本身不過有任何的典場 可是偏偏要研究科技藝術 實際美的藝術的典場這件事情 你必須要有一個真正在經營收藏的單位 真正是一個收藏品的身分的藝術作品 去跟它合作 你才有辦法真正的累積一些所謂修復的專案等等這些也好 那當然我們是到了2021年 到了跟關注美術館合作 我才真正的有辦法去處理館內的典場品 那在這之前我們大部分在做的都是透過講座 然後還有翻譯相關的文獻 然後也和國際在做交流等等的這個部分 開始在累積一些知識 可以讓國內的中文的閱讀者來看 那右邊大家看到的就是2021年的時候 我們將由MOMA、TATE跟SSMOMA 他們在差不多2010年的時候 所做的一個叫做Matters in Media Art的資料網站 那上面其實很明確地去寫了媒體術作品 要怎麼做構成啊、文件紀錄啊、然後借檢啊 跟社會保存這個部分的一些知識 那我們都認為這個內容很重要 但有一點可能內部可以跟大家提醒的是 當時我們和製作這個網站內容的 這個團隊聯繫的時候 他們其實一部分是認為 這個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五年前的東西了 大家可以參考就好 對,那現在有一些可能有更新的想法 更新的技術等等的 但是這些原則都是不變的 所以我還是很鼓勵 如果是美術館的從業人員 可以去看這個網站裡面的東西 好,那我們就來稍微進入正題 好,那剛剛為什麼要跟大家說我的經驗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本身FIPP是一個 可以說專科出身的媒體遺書修復師 那目前國際上有在教授媒體遺書相關的修復的 就是美國、荷蘭、德國、澳地利 差不多就這幾個地方而已 那其他有一些比較類似的 可能你會聽過像是Digital Curation 那他們的教的方式那個就會比較偏向檔案館 或說圖書館處理的方式 那它中間有一些知識上有一些overlap 特別是在數位檔案的保存這塊overlap 但是在於怎麼去看待一個被保存的物件的身分這點上面 看待一個藝術作品跟看待一個書籍的 或說影片的數位檔案 在一些觀念上面是差的還滿多的 那所以我本身是一個透過自學跟經驗累積出來的知識 那我也想跟大家說這個領域很新 就是一直有新的科技出現 包含說不同的文化發展背景之下 一個社會對於社會記憶機構的責任跟期許 都有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很多當作藝術的保存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會盡可能的去涵蓋主要的是 第一排的內容 然後第二排的美材保存都會點到為止 然後大家下午的時候會有比較多的時間 在一邊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再補充一些內容給大家 首先 錄像藝術它是實際媒體藝術作品的一種類型 所以呢接下來我講的東西其實會以比較大的一個 實際媒體藝術作為一個範疇來去講述 那這邊大家看到的是Tate Modern 然後不跟海跟MOMA所領導的這個 Medicine Media 網站上他們針對 何謂實際媒體藝術作品的一個定義 我們直接看最短的就是Tate 他是養愛科技 而且有時間長度藝術作品 那時間長度這點非常重要 就表示說觀眾必須在 在藝術家所設定的這個體驗的環境之內 呆好呆滿那個時間長度 他才有辦法說 欸我看過了 而不是像一個畫中或是一個雕塑 我繞一圈要控制我的經濟 我描過 欸我好像看過了 所以這個時間長度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一點 那我就用兩張圖來解釋 就是為什麼實際媒體藝術作品 他需要跟物質媒材作品不一樣的 藏品的入場跟保存的一些工作的方法 為什麼舊方法是不可行的 那我們就一個黃吐水乾吐水秘密 首先是我們觀眾來到展場看到的作品 跟登陸人員收到的作品 還有修復室放在修復室裡面的作品 跟藝術家他認為美術館最後會收藏到的作品 還有他可能在庫房一個適當的環境當中 放置50年以後 我們可以預期他的狀況應該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天災人物 應該都是要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呢 我們如果看到的是實際媒體藝術作品 這邊以文明館所點藏了陳怡淳的 《懷商序曲零世異文錄與珍珠》這件作品為例 觀眾看到的是在展場中 然後設置好好的美美的作品 但是登陸人員收到實際上是一堆光碟片啊 USB啊我想可能大家應該都滿有經驗的這一團 再來我作為一位修復師 我放在電腦工作站上 我看的是直接看數位檔案 直接看這個數位檔案 本身的一些所生產出來的數據報告 然後藝術家其實會一直以為美術館收到 我們上面這些東西以後 只會單純將這個檔案放在 假設一個數位庫房好了 放50年我們都不管它 那它可能就會變成 This file type is not supported 對 也就是說我們不去關心這個 檔案格式的轉制這件事情 你一直放得不動 那它很有可能會變成這樣 幸運的話有可能不會變這樣 直到我們美術館絕對不會想要去跟科技 讀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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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這個機會啦 對 那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位修復師 Pip Lawrenson 他是Tater 最一開始成立 成立Tater的媒體藝術修復團隊的修復師 他就說實際媒體裝寄著作品 你要把它想像成是一個世界 那他把它比喻為像是音樂跟表演藝術一樣 他有兩個階段的創造才能完成 那這個完成作品的主體呢 我們怎麼去辨別作品 而是他有許多決定作品的特徵跟屬性所形成 那這些屬性所形成 我們現在都認為 只要是經過藝術家任何的 那就是 那就是真的這件作品 那不同的藝術家 他會對於展示樣貌成果的控制程度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有些會覺得 你就必須要是這個尺寸 要是這樣子的設備 那有一些則是 反正你們有什麼東西 你就給我什麼東西 那這個中間的彈性 其實就會變成是 收藏的機構也需要去了解 這個彈性到底在哪裡 作品到哪邊就不再是這個作品了 那這邊也很快讓大家看到一下 所謂兩階段的創造完成 第一階段其實就已經有藝術家 跟不同的參與這些科技技術的 背後的這些技術會介入 不管是數位檔案啊 軟體程式 膠捲磁彈 然後到現場的音波放設備 現成物等等的 那第二階段控制 完全是在布展的現場才會發生的 所以很多國外在談 什麼叫做媒體移素作品的胸腹 其實他跟展展示 展場的展展示這件事情 本身是直接掛勾在一起的 因為你不在一個展場空間呈現 你完全沒有辦法知道 欸我這樣的在展示 也就是修復是不是完整的 那這個時候就會出現的 你才有辦法在展展現場 看到作品整體的創作關懷 跟測展主題 然後再加上現場的空間環境 跟資源設備的限制 而在第二階段這個創造 如果是美術館當中參與過很多部展的人 可能就會知道 欸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人的采語都會決定 這件作品在展場中的樣子 那我自己又再延伸了 有一個第三階段創造 特別是針對有些作品 它是具有互動性 甚至是說互動完以後 會有纏出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之於 它成為典藏品以後 它的狀態是什麼 身份是什麼 再展示的時候 要不要再展出 那也是就多了一個層次要去思考 好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叫做2004年的時候 在谷歌漢 由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位 免疫大學的教授 John Hippolito 他測的C in Double Immul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那他刻意的利用測展實踐的方式 去驗證錄像藝術作品的真實性跟完整性 什麼意思呢 他在谷歌漢的展場 然後找了幾件作品 然後那些作品呢 他刻意用原本的出展的 作品一開始出展的媒材 和2004年的時候的媒材 兩件放在一起展 然後在短短的三個月展出期間 他就做了所謂的觀眾調查 然後他調查得到的結果 其實是很多觀眾不理解他 為什麼要把兩件一模一樣的作品放在現場 讓大家看 那透過這個去驗證說 錄像他本身其實是 已經是用所謂機械複製時代之下 靈光銷色的媒材來進行創作 所以我們觀眾在看的時候 我們不會看到兩個 然後就覺得他的價值有消失 但如果大家想一想 我們今天前面的那個乾露水 如果兩針放在一起 你一定會開始去猜說 哪一個是真的哪一個是複合的 但是這件事情 在大部分的實際媒體遺書作品上面 並不會發生 那也就是說 他就驗證了 我們過去可能會相信 作品要必須維持他原有的物理的樣貌 才是原作的真實性 但是來到了媒體的這個材料的時候 就會稍微有點改變 那也很快的給大家看 到底改了什麼 右上角那個是當年使用LaserDisk 然後串連了很多台的播放以後 然後而且他還有Touch Screen 就是創作1985年的時候 試著去做Touch Screen的那個功能 但是來到了2004年展的時候 其實他主要改的是從LaserDisk 然後把LaserDisk的內容 轉換成數位檔案 然後大家左邊圖可以看到 直接是一台電腦 來處理掉全部這件事情 那下午也會讓大家試著去畫 像右邊這樣子的圖 去記錄一件作品的設備 本身是怎麼被連接起來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Inulation 那大家畫面上現在看到的 就是目前國外他們其實大體上認同 這是實際媒體藝術中心保存的四大策略 最基礎的就是Storage存好存滿 那這個也是大家可能今天也會比較關注到的部分 那接著是Migration Inulation就是剛剛Jump他所採用的那個方式 那其實剛剛Jump所採用的方式 光是從LaserDisk然後轉製成數位檔案 它本身就是在做Migration 所以這幾個策略是全部可以混合在一起使用的 那於是乎Jump他就說 對於實際媒體藝術作品來說 我們傳統可能會認為說 欸作品存好了我就不要去動它 動它了反而會容易損害它等等的 但是這件事情對於媒體藝術作品來講 反而是你要更長的去看它 更長的去展示它 它才有可能能夠生命能夠活得更久 然後不斷的為它進行轉世 所以問題並不是說我們接不接受它改變 而是它本身真的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到底要選擇什麼樣子的改變 那怎麼去選擇改變呢 另外一位我也很喜歡的博士生 他就說我們必須要提出一種不同於物件保存導向的博物館思維 它是一種基於表演性的保存模型 那我們必須要去辨識與紀錄作品的必要特徵 那如果你去閱讀一些國外的文章 這個significant element或說essential properties 這兩個詞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而且它這邊所指的element跟property 其實不只是有形的部分 還包含無形的這個部分 要一起去考慮進來 那接著第二點呢 所以它認為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做藝術家訪談 那藝術家訪談就會從媒財、合約書等等的部分來掌握作品的展示脈絡 那第三點我自己覺得特別重要 就是什麼意思叫做太早對作品的必要特徵下定義 存在一定的貢獻 那很快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在香港的時候的案例 那時候有很多作品是它的基本配備就是螢幕配一個電腦 然後那台電腦內建作品還需要一個xbox的把手 然後來控制影像的內容 那時候我常常和另外一位裝置藝術的修復師合作 因為它會掌管比較屬於空間的部分 但我也知道它的背景是從雕塑上來的 然後它非常擅長丈量展場空間、作品跟設備擺放的距離 跟所有的東西的現場空間、現場物件的尺寸這件事情 是它非常在行的 那於是它當時正準備寫信詢問藝術家說 請問這個展櫃跟這個螢幕之間的距離是不是就是這樣 那我看到螢幕馬上就問他說 你是要確定這個展櫃是不是作品雕塑的一部分嗎等等的 他就說因為照片上看到我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後來我是試著去跟他溝通說 這個展櫃我們要先去了解說 當時這個展櫃是不是真的藝術家 就刻意要長這個樣子白色的展櫃 並且上面要放一個XBOX的把手 我們換其他類型的可不可以 PS4的可不可以、Switch的可不可以 或是沒有任何牌子的可不可以 這點 然後第二點是電腦是不是必然要放在這個白色展櫃裡面 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會說不要太早下定義 這我剛剛提到的狀況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在美術館裡面做事情其實都喜歡有蘋果具 所以我們才要問藝術家 那當藝術家回信回來 他說 yes 就是這個樣子 當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藝術家他可能並不知道 他在回答這個 他在確認的這件事情 甚至是說白紙、黑紙簽名下來這件事情 可能會影響到他未來這件作品再展示的一些彈性 所以要問的問題應該是說 當初這個展文為什麼會放在這個地方 他是藝術家決定的 跟作品的創作概念 跟整體的經驗有沒有關係 還是說藝術家要的其實是一個 在一個適當的互動環境之下 讓觀眾有什麼樣子的一個舒適的 舒適的互動體驗 那把這個體驗 這個無形的體驗經驗本身進入下來 那交給未來的策展團隊 來決定這個展櫃 以及手把手放置的位置 才會是比較適當的 那我其實知道說現在滿多的美術館都有 左邊這個東西 那2015年我們在做那個研討會的時候 其實也是將國美館本身所做的這一份 就放在專刊的那個最後面 然後讓大家做參考 但其實後來實務上我們就發現了很多問題 也就是大家都期待 藝術家給的裝置說明書能夠解決剛剛所提到的所有的問題 但實際上呢 裝置說明書的問題也就是 我常常被很多管人問到說 裝置說明書有沒有一個公版 但其實作品的多樣性實在是太多了 你不太可能給它一個公版 而且這個公版 它藝術家所回答的一定是 假設是2015年做的作品 它就是就2015年的它的想像 它對空間的想像 它對作品的想像 它對作品的想像 甚至是我們整個社會對於技術發展的想像 在給予這個裝置說明書的內容 那所以呢 我會希望說裝置說明書它只是作為收集作品資料的欄文之一 像這次我們跟官媒館合作就有去強調說 裝置說明書收來以後你一定要去讀它 讀完以後要去確認說 是不是有未盡詳細不清楚的事情 那接著呢 把這些不清楚的事情 就安排到藝術家廣談的時候來做執行 那甚至說美術館必須要收到這份裝置說明書 然後再自己身材一份屬於美術館所理解的裝置說明書 那我們就可以來談到前面一直提到這個藝術家訪談 那藝術家訪談它已經被認為是當代藝術作品裡面很重要的 預防性維護保存維護的一環 那因為它可以蒐集跟創作技術相關的研究資料 而且藝術家它有第一手的資訊 能夠去給予作品展示有沒有一個偏靠的取向 而且要去了解未來展示時候的彈性 那第二點是說這個訪談的進行 它必須要是稍微可以被控制 而且要能夠被記錄的 你不能是就是道聽途說 欸我跟藝術家聊天可能聽到的這個 然後它大概講的這些 這樣就是一個有點寒乳的狀況 中間其實會可能有可能的加入很多個人所溢測的部分 而持續能被利用的其實是確保藝術作品的生命 它必須要比我們資於一個機構 為這個機構和工作的生命還要來得長 所以這些資料是要能夠被傳承到未來下去 那第三點也就是剛剛我所提到的無限造訪設安定 它有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你想要希望它回答的問題 或者是說有些問題是根本不是藝術家本人所參與的 可能是技術人或是製造商等等 那這個時候你的訪談對象就會除了藝術家以外 還有其他的人一起進行 那藝術家訪談最重要的就是要去了解藝術家選擇 這個媒材之餘作品的創作概念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有時候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原因的 那等一下思寒的部分也會去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這次計畫當中所進行的一個藝術家訪談 那大概的一個提綱 這個圖片是我從荷蘭所出版的一本artist interview 特別是for conservation 跟preserv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這個部分 在做藝術家訪談的時候 絕對不是一劈頭就問他說 你的作品五年之後要怎麼辦 他馬上一定會嚇到 因為藝術家他們的個性是一直在思考新的事情 他可能會回答你一些很無意頭的東西 所以一定是要先問他 你這作品當中是怎麼做的 然後媒材是怎麼選擇 有沒有草圖 然後他就會開始很開心的跟你談論他的作品 那接著呢 台上媒材技法 去了解藝術的內容 那我們才漸漸的帶到說 這個藝術的內容跟你所選的媒材 到底是要做什麼樣的詮釋 或者是說要傳達什麼樣的議題 有時候甚至連他特地選的一個某個品牌的東西 可能都跟他的作品創作概念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才慢慢的去帶到 欸你這個這台錄影機你如果像高崇寧老師的 他改了很多八厘米的那個播放器 你這個播放器他也是雕塑你部分 那如果壞掉了老師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新的 然後你教我們怎麼處理等等之類的 那最後才會跟藝術家漸漸的帶到 跟寶寵物有關的這一塊 然後因為從藝術家訪談結束以後呢 就會來到了所謂一件作品全面性的紀錄 包含Identity Report跟Iteration Report 那左邊也就是補充一下 你除了訪談藝術家以外 還有很有可能要去訪談其他有參與作品的 不管是創作也好 討論也好 然後某一次的展示也好的這些人 那大家右邊看到的 因為國內其實不太有太多的照片跟案例 有辦法一次選出這麼多同一件作品的不同角度的照片 所以我就選了剛好前幾年荷蘭 應該說整個歐洲在做百南準的一個大型回顧展 那這間TP Garden 從1974年展出了樣子到2018年到2020年展出了樣子 大家從照片就可以很明顯看到整個尺度都不一樣 很好笑的是我那時候在聽他們的 線上的一個公開的講座的時候就說 其實一開始的百南準根本沒有要放這麼多的樹 就是最一開始的版本根本沒這麼多的樹 但後來呢就是測載人用某種程度上的決定權 於是就越加越多這樣子 但我們大家還是知道他是 但是他的創作概念他的創作來源 是還是來自百南準而不會變的 對 那這三個就變成說我們需要另外去記錄他的 以特別選擇過 那這邊還有一點可以提的是 這件作品由一個典藏單位收藏 但是他會在不同的地方展覽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典藏單位要派人去記錄嗎等等的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國外他們會開始組成不同館季的聯盟 譬如說MOMA、TED、GOOGLE卡 他們有很多類似的同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他們就會組成一個聯盟 然後互相交換各自館內所有的這些作品的資料 跟展示的資料 然後一起來維護一件作品的identity完整性 而不是說我只想要keep我自己這一塊 然後他就做好他自己這一塊 所以對於當代一束作品來說 怎麼做有雷同的收藏方向的美術館之間的 一些跨館季的資料的合作這一塊是還蠻重要的 那我目前也知道說 MPLUS美術館有在跟澳洲的新南威爾斯美術館 他們在針對一些共同有收藏的同一件作品的 Artist Interview也好 Identity Report和Interation Reports 彼此之間的資料交換 那有稍微聽到或許會open出來開放給大家看 但是這個就是還在討論當中 那但不過其實Ident Report和Interation Report 如果大家上Google Hine的網站 甚至是說Cinnisonia的網站 其實他們確實還把蠻多的 他們自己修復啊或說展覽的一些資料 是真的只公開在網站上 讓大家去看到這件作品背後的機構的固件的連結 跟組成這一塊 那因為實踐關係就很快的帶 身份事業報告一件作品只會有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像我們一個人 在一間大醫院的病例一樣 所有在上面發生的事情 有沒有藥物過敏 然後遇到什麼狀況應該要怎麼做 全部都會放在Identity Report裡面 也就是這份報告只會越來越長 如果它沒有越來越長 表示你沒有把它拿出來展 對 那再來展示版本呢 他在問的則是針對單一次 假設說我今天去醫院看了這個科 然後就會有今天的這個紀錄 是類似這種狀況 那很重要的是 他其實你必須同時要記錄 參與的成員名單 然後部長卸展所花的時間等等的 那這份報告當然就點藏保存上面 有他一定的重要性 但是至於我們只是單純的做作品再展示 你要交給下一個測展團隊的時候 其實也會是很重要的一個 有助於展示規劃的一個資料 那差不多跟文件答案跟概念的 就停在剛剛那個部分 我們就回到最基礎的 我們怎麼把Storage這一塊來稱號 那也這樣再強調一下 當這件作品當中有一些傳統媒材 或是雕塑跟現成物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找這些領域的專家 來處理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確定這些東西 本身的這個物質性 就是做品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話 那我們今天所帶的 全部都會是在右邊的這個部分 防護核碼數位檔案跟展示設備的部分 那一樣我會很快帶過大部分的東西 大家下午的時候可以做交流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在館內 看到的大概就是長 花園圖房就是長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在參訪古根漢的修復室的時候 他們的磁帶是這樣子存放的 那其實在磁帶的類型媒材存放的這個部分 國內南義大的那個影像修復研究所 本身也有很深厚的一些研究的內容 所以這塊我就不再多數了 那至於其他的比如說USB啊 光碟片啊硬碟等等的 古根漢他們採用的方式是 假設說我一件作品的一個盒子裡面 有三種不一樣的儲存媒體 他們都把它分開來放 然後外面貼貼錶 但是我知道Tater的方式是 全部放在藝術家原本給你盒子裡面 然後就這樣一點一點的放 那這兩種思考方式 其實是你就要思考到館內對於 當這些作品遭到天災人禍的時候 的風險的承受程度 第二個則是你自己本身 對於這些儲存媒介裡面的數位檔案 是不是已經有一個 你很有把握的數位庫房 這個備份能夠組成好 以Tater的狀況來說 他們把大部分的精力花費在這個數位庫房 以及這些數位檔案被舉出來以後 在不同的異地以及雲端的備份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些東西全毀了 其實也沒有關係 對講難聽一點就沒有關係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數位檔案的信封 一個數位檔案的一個裝書的卡車這種概念 對那在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 我們還是以數位庫房的這個部分 來做優先的處理 好 那至於保存圖成媒介與數位檔案 有一些簡單的原則帶到 其實就是你要了解這些媒介會不斷成為舊媒體 然後數位檔案它所謂的裂化 其實是不准存在的 不存在的意思是說 它不會像一張紙張 然後我不想碰到水了或是什麼了 然後它就可能再做稍微一點錯誤 我還可以看到那種 數位檔案你如果儲存媒介毀了 就是全毀了 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對就是0跟1這樣子存在狀況裡 那所以必須不斷的為數位檔案進行備份 然後以及檔案格式的轉制 那你必須要了解每一種儲存媒介跟數位檔案的特性 在轉制的過程才不會以示作品的內容 這個下午的時候也會稍微的去帶到 那在設備的部分 就不去談說設備所需要的關係庫房 因為在看看設備的時候很重要的第一點是 在藝術家訪談的時候就需要同時去了解 這些設備對於作品來說 到底是必要的 它是相當性的 還是它是一個專屬於這件作品 還是說它只是管方任何一個庫房裡面 符合藝術家要求的設備都可以 那這邊有幾個案例 也都是來自其輸入這個展覽的 譬如說吳瑪麗老師的民主的畫面 這些小電視上面 其實是由老師親筆所畫的一些內容 所以這個電視是完全不可以被取代的 你不可能找另外一個英文樣小電視 然後再找其他人來畫 那就不是作品的本身了 所以它是一個必要的組件 但是為什麼吳瑪麗老師的李衛這件 是屬於Dedicated 就是專用的呢 也就是說如果這台電視真的壞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是找到一件有辦法塞到這個尺度裡面 一模一樣的電視 或者是說我們去修理這個電視本身 然後能夠再沉澱完全一樣的樣子 也就是說這台電視被壞了 跟被壞掉沒有關係 重要的是這個影像跟這個尺寸 所以它是一個專用設備 那在圓廣裡面盤中魚的這個魚的投影 它其實是從天花板的部分 由上往下投下來的 那我相信這件作品其實在收藏的時候 它也不會給我們那個投影機 一定是在展示的時候 這個策展當中要自己去生意的投影機出來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只是在展示的設備而已 那接著呢很快也談到數位檔案的保存風險喔 就包含病毒啊人位數 人位數是就是不小心手箭然後就砍掉啊 或是有人不太懂怎麼操作電腦就格式化 那所以呢檔案的一些權限的管理啊 存放的位置的管理這也就很重要 包含另外還有檔案壞軌自然砸開惡意攻擊 惡意攻擊就是包含當你連上網路 你誰有可能又會有人攻擊你的官方網站 會不會有人也攻擊你的數位庫房等等 像這樣的意思 那接著就有主能裝置跟數位庫房的故障或失效 那這些事情其實大概可以透過這四個原則 去稍微的做排除 譬如說我們要做備份 然後以及規劃多組備份 然後下午會帶大家稍微的去操作 什麼叫做讀寫防護跟數位指紋 然後再進一步的話 如果你所儲存的這個數位庫房 它本身會不斷自動去敷衍數位檔案的完整性的話 那是更好的 那前面談了這麼多 它至於傳統的產品修復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我研究所在寫論文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會一直聽到就是點半轉移這件事情 有那麼一小段時間國外有在談 但是後來就發現沒有在談 那沒有在談的原因 大家就是發現其實並沒有到一個點半轉移的程度 它還是在一個傳統的產品修復的五大原則之下 只是用不一樣的方法在做處理 譬如說前面的不要記憶體美容啊 然後要了解文物真實性 我們就是透過藝術家訪談 跟他記錄他的展示樣貌來維護 那最小改舉可逆性跟可變式性等等的 則是在轉移跟更換的時候 必須要詳細的更新作品 還有這些媒台媒介的特性 來進行修復還有再展示的一些決策 那以及要記錄不同的這些展示版本 那在這次跟官媒館合作的計畫 其實就是陳如剛剛建宏館長所說的 這個展覽當中其實本身就有接近一半的作品 它是復刻的 當時特展就有說 欸這些作品也已經不在了 或說設備都送了啦 然後時代狀況很差等等 所以他就自己稱之為 這一些作品其實是原作的回生 或原作的來世 那夾展結束之後 總共有四十三件作品 它是經由捐贈的方式來報了完美 那除了剛剛館長所講的紀錄以外 我們所有擁有的其實全部都是數位答案而已 沒有任何有少部分的有設備這樣子 那其實也歷經 這中間剛好也歷經了館長的交接啊 以及工作人員的交接等等 所以讓這一批點藏品的收藏狀況其實是越來越不明 那所以我們開始在合作的時候 其實就是從所謂的collection survey開始做 那這個也是國外他會建議說 欸如果你今天對於你的媒體藝術產品 什麼事情都還沒開始做 那就先開始做這件事情 去了解欸到底分幾種階層 然後你能不能了解這些作品過去發生的事情 跟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情 然後來做一個政策上面的規劃 那我們計劃檢驗的方式是我每個禮拜 會有一天或半天的時間來到館內 然後很密切的和思涵這邊來做進行合作 然後我們足以的去檢視 檢查系統裡面的作品詮釋資料 然後比較不一樣的說 之前在北美館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並沒有給我任何的權利去直接修改 藏品館系統裡面的資料 那我也理解說其實在一些組織結構比較複雜的館內 這些資料修改都是需要經過公文審核的一個評準 那但是在官媒館這邊的合作狀況 我們就比較全力稍微比較自由一點 果是能夠直接去修改館內的這些資料狀況 那當然這些有修改的紀錄也都會留存在系統裡面 那我們也選了三件點藏品來進行深度的檢視 那所謂深度的檢視也是下午的時候 會給大家帶一道 那右邊這份詩和館員共同討論 欸未來如果有一件作品在入場的時候 能夠怎麼去走過那個入場的流程 那大概就是目前的階段性的成果 那我想其實階段性的成果代表說 欸我們討論出了一個方向 那接下來辛苦的就是館員了 館員就要接著去把這個方向來完成 時間關係我們就直接交給下一位 來 來 來 大家好我是關渡美術館的達安組的主人 我叫廖思涵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館內的一些點藏事物 然後還有剛剛宇仙提到這個科技技術典藏 基礎計畫的合作之後我所改變的一些想法 好那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有背景 必須說我不是學國務短學或是修復 或是任何典藏相關的學科 我大學是在台藝大作創作 然後研究所是在北藝大念策展 所以在進入關聯關以前 我其實完全沒有接觸過典藏 那我想全台灣應該也不是只有我是從職場開始接觸典藏 或者食物工作的 那這點也會跟我今天發表的方式很有關係 因為我同時是以一個邊做邊學的方式 然後來跟宇仙還有職權進行這一次的合作 所以不只是在食物上還有包含一些典藏 關於典藏這個事情的想法 我都藉此學到了一些的很多東西 那首先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冠美館的點場情形 其實大家知道冠美館有點場嗎 有人不知道嗎 因為我其實遇到很多人跟我說他們不知道冠美館有點場 但其實我們是有的而且我們有網站喔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麼轉過去 那我怎麼轉過去 打開 我怎麼轉過去 我又說你 我又說你 我先轉過去 我現在轉過去 我沒想到 我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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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網站的喔 然後 那在這方面 其實這網站其實有點陽春 但是其實是基本上我們相關的資訊都有 包含說我們的精選作品 然後還有一些一類別而分的一些 作品的介紹跟媒材等等 其實都有 都可以在這個作品查詢這邊 這邊都可以找到 好 所以那我先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總共的點藏品是有1208件 那我們全部的作品都是採藝術家捐贈 或者是就藝術家捐贈的方式 那藉由最主要的大眾應該是展覽 那結束之後就有藝術家會選擇 要捐贈給我們 要不然就是藉由 因為官媒館其實做了很久的駐村 國際駐村的行動 所以其實有一些駐村藝術家 他們也會選擇把他們的作品留在館內 然後納入點藏 那這些 其他的媒材我就先不講 主要就先講一下新媒體 新媒體的話 錄像是66 那物動是4件 然後數位聲音是零件 物表演是零件 但是動力有兩件 然後還有數位錄像有21件 然後其他是4件 那其實這裡面也包含 剛剛有先要講到 官媒館喜事錄展覽結束之後 納入點藏的43件的作品 好 然後在庫房方面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庫房的基本條件都一樣 就是比如說恆溫恆屍啊 然後定期請專業的公司來進行消毒 然後封閉室環境 還要管制出入口的 出入的人事實在 那空間上其實我們滿大的 我們總共有1庫2庫 然後3庫 然後還有一個作品的準備室 那準備室是修復的地方 也是簡易的地方 那1庫 這個大家看到的是1庫 那1庫其實主要放的東西 也要是金屬或玻璃這種人造材質的雕塑 或者是直直的作品 就是它的溫濕度要管控的相對的嚴格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2庫 2庫的點藏品是繪畫 那我這邊就沒有放照片 3庫的話會是一些自然材質的作品 比如說板畫的木板 或者是像圖維正老師的那個 圖維正老師的作品也是放在3庫 因為它的材質也是木頭等等 然後還有包含板畫的紙板等等 所以依照每一個庫房所準備的東西 其實在空間的配置上會有一些差異 好那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放 錄像藝術的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應該是大家都不會覺得很意外 其實就是我們把作品 藝術家給的東西 然後燒入成光碟 燒入成光碟之後再放在這個防草箱裡面 那除了在這個庫房裡面有這樣子的導存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我們還有 是點藏的硬碟 像專用的硬碟 那還有點藏硬碟的備份 所以其實我們目前是沒有數位庫房的 那數位庫房這件事情我們也還 經由這次合作我們之後也還在籌備當中 這樣 好 我已經換了照片了 好 那關於館內點藏入場的程序 我們來看是nonto 因為其實前面有提到說我們的點藏品都是捐贈 那相比像今天可能有來的南美館的館員 北美館的館員 我們的他們有構廠這個行為 但是其實官美館因為是小館廁 所以我們是沒有構廠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相關的行政流程可能比起大家 我們是簡單單純比較多 那這張圖其實是我那時候收到的館內的點藏的程序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說就是一些 校 校內的一些跟其他校內單位做溝通 或者是怎麼跟點藏委員會 還是跟館長 然後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就是說 其實這張圖好像藝術家只有出現在捐贈之前那個部分 然後後來好像其實就沒有什麼跟藝術家有關的事情發生 所以其實像剛剛雨仙講的那個展示紀錄 或者是藝術家訪談等等 然後再加上我們其實會跟藝術家一樣裝置說明書 可是因為我們也沒有固定的格式 但我們沒有固定的格式 不是因為我們體認到作品必須跟藝術家 而是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建立一個工版來讓藝術家去填寫這樣 所以其實在這種的入場程序之下 作品其實還是可以再展示的 只是說他在展示的那個機會我覺得其實就缺少了一種可能性 再展示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他可能可以在原本的樣子出現 可是對於在跟策展人或者是在跟外戶的單位在溝通這件作品後 我們相關的資料就會少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很大部分缺少的東西其實是管方跟藝術家之間的溝通 就是管員跟藝術家之間的溝通 所以也就是藝術家訪談這件事情 是我今天是最想要著重的主題 那在這次的合作過程中我們有針對一個作品來進行藝術家訪談演練 就是現在四樓展出張文軒各展的其中一件作品叫做 余瑋師是何時絕種的 那現場有人看過樓上的展覽嗎 是不是都還沒 大家都還沒看 那大家也許知道其實這件作品有三個在三年間 從2019年到2021年其實有三個版本 那不管是在展示或者是作品的內容上 其實可以看到每一次展出的樣子都不太一樣 然後也會跟著空間有很多很劇烈的變動這樣子 那在擬仿綱的時候 我們主要區分了三個段落 就是第一個就是案例資料蒐集 然後訪談目的還有關於訪談的綱要 首先在案例資料蒐集上面 我們其實也就是剛剛余先生講過的一個 Iteration Report的一個精簡版 就是展示紀錄報告的一個精簡版 比如說以余瑋師是何時絕種的這件作品來看 這件作品其實有四個展示版本 分別是2019年在台北的日動空間日動畫廊 那2020年是在 這個是在北伊達拍攝 然後後續是到光州去進行 光州少年展去進行展示的 這是第二個版本 那第三個版本是在空總的 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喔好像也不動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四樓看到的那個 版本的現場表演 所以這是在空總的一個展示紀錄 那這個是最後這個是官媒館的 官媒館的展示 那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所以我們在這個階段 我們其實是蒐集了 他歷年以來的文字資料 然後還有展場的照片跟作品 他呈現的形式是什麼 然後可以發現說 文宣其實在這四個展覽當中 他的形式有很大的差異 就以日動來說 日動其實是講述表演家座談 所以他其實現場是沒有作品的 他就是一個活動跟活動結束之後的座談站 那在光州的話其實是錄像 就是這個錄像 然後在韓國的ACC做展示 只有這個單單是這個錄像 那在C-LAIR 因為剛剛點不開 我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C-LAIR其實就是表演 然後再加上錄像 他其實同時有做表演 同時有放一個錄像 然後還有一些錄像裝置 那錄像裝置就是大家在這邊 在官媒館可以看到這個裝備秀的部分 然後到官媒館的話 其實就只是錄像加上一些現場物 比如說客桌椅啊 窗簾啊 然後海報啊 還有他購買YouTube的廣告的一個證明 還有這些印象館電視 那這些電視其實後來在官媒館 他是有另外一個作品名稱 他叫做裝備秀 然後所以魚尾獅是如何絕種的這件作品 就是在單指這些錄像 還有這些現場物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從這個資料搜集出發 我們其實衍生了很多問題在訪談的目的上 比如說這麼多的表演版本 那這之中的差異是什麼 然後展示的版本的差異又是什麼 然後你是怎麼決定在 藝術家怎麼決定在哪個空間 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去做相關的決策 然後還有最後就是我剛剛提到 最後你覺得魚尾獅這件作品 其實包含了組件到底是哪一些 然後你覺得如果你今天在一個 沒有金錢沒有空間的壓力之下 你最想要怎麼樣展示這件作品 你覺得他的理想狀態是什麼 所以其實訪綱的話 就跟各位如果有做過訪談 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我們圍繞著這個訪談的目的而去進行 那我舉幾個例子就是包含 作品的準備還有製作過程 作品的拍攝跟製作之間 有什麼在每一次的展示之間 有什麼差異或是相同的地方 那你覺得最完整的版本 是哪一次的展出 然後還有包含是說 你覺得像剛剛講的 最完美的版本會是怎麼樣子 然後未來還會有延伸脈絡的作品等等 那除了去了解作品所包含的範圍 還有他理想的展成方式之外 其實這次與製作的合作也是 帶給我一個蠻大的衝擊 就是他有提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如果 因為這件作品大家還沒看 很不太清楚的內容 那他的內容就是說 藝術家以一個成功學講師的方式 去描述亞洲四小龍如何在80到90年代 成功的製造出一個 四小龍這種成功的範本 然後同時又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去討論 以一個威權者的方式去討論民主跟自由 這些概念的事情 所以這次我們就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 因為這是一個跟時代很相關的一個作品 那如果我們未來的觀眾 完全不知道什麼是21世紀成功學 完全不知道什麼是亞洲四小龍 然後 當然這個也在講的是很久很久之後的未來 那時候藝術家也不在的話 那時候的 他會希望展出要進行什麼樣的更動嗎 就是說他有沒有 他會不會想說要開放權限讓 未來再展示的機構或者是合作單位去 去作品進行什麼樣的更動這樣 好 那 因為我這次訪談 我跟宇謙去訪談文宣嘛 然後 我們其實 這次沒有做到的事情就是在於說 我沒有去跟作品的相關人士去做訪談 那 以文宣的例子來講 其實他也有講到一個 對他的作品來講很重要的人物是他的表演指導 那我們 表演指導啊 或是攝影師、演技師等等 其實都應該要加入 然後 透過訪談來為這次作品做一個堅持的紀錄 那 我剛好沒有講到 其實我們沒有要收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是一個演練 我剛好忘記講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文宣他人很好 他讓我們去 進行一個這種演練的方法 這樣 好 那從這些問題的範例 大家可能不難發現說 其實藝術要訪談是一個非常不安心的內容 然後也想求其實 訪談者你要怎麼去想像未來 帶展示的會出現的問題跟情況 那我自己其實覺得這部分完全是很像策展人的思考 也就是說你要去想像作品各種可能的情境 然後也要把 你就是也不要怕說 喔 要去講說要跟動 要去問跟動作品這件事 你也不用怕那件事 你就好好地跟藝術家討論說 如果有這個可能性 你會想要怎麼做 那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想像一下我們現在是未來的證人 或是未來的藝術家 我們在看到這些作品相關的紀錄 美術館提供的這些紀錄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足夠的關鍵的資訊 能夠讓我們去 讓這些後人可以去拓展一件 拓展對一件既有作品的認識這樣 然後可以藉由這些很全面的資料來進行 再展示的工作等等 好 那針對藝術家問卷中可能遭遇到的疑難雜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可變媒體問題集 這個其實是有收錄在那個 宇仙剛剛提到他們做的那個 即興求變的這本專刊裡面 那 當 他這個做可變媒體做問題集 他其實是 當 在講說我們當一個原始的作品 他轉移到新媒體 那這份問題集 其實是邀請創作者 然後選出他媒體轉換之後 可能產生的落差還有對策 然後去記錄了說 創作者跟其他作品相關人員的意見 那這個意見也包含相當講的 未來要如何歸類看待 或者是來創作這些作品 那 這個網站也收錄了一些策展人啊 大眾 等等 進貨這些作品的人 為了讓這些重要作品留下一個歷史紀錄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更有機的功能 就是讓未來的藝術家 也不是未來的藝術家 藝術家去藉由這些問題去思考 他們要怎麼保持他們自己的作品 他們要怎麼去規劃他們再展示的方式等等 你有分對這個 有什麼好處嗎 你說可變美女忘記了 就是大家可能會知道 就是現在很多本書館 包含說這個可變美女問題的設計者 其實本身就不是一個管員 然後所以他們設計出來的網站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有點像聊天式的概念 他設計一個介面 然後讓跟這個作品有關係的人 可以自己去上面 有點像大家一起來編格為D-100科那種感覺 但是他一推出以後 我後來就有發現 其實成效不是很好 對 那成效不是很好 但很現實的原因 是不是這麼多的藝術家 會去關心這件事情 一般民眾其實也 不會這麼去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中間可能也涉及很多 以目前的美術館來說 還是屬於比較confidential 或是機密的一些內容 也會很擔心說 欸我在這上面談這個 那其他藝術家看到了 會不會怎麼接受 那所以各個美術館 目前都還是自己 設計自己的表格的方式 那這個表格到底有沒有一個工短呢 其實也大方向是雷同 可是如果大家去找MOMA的 然後各個館的 就會發現其實內容都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我目前看到最仔細的是那個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 他們就是超級超級厚 那這個厚詳細的程度 大概可以根據這間美術館的人力 跟工作分配的那個詳細程度來做決定 被的組織這麼大 所以他的就很厚一點這樣子 那但是其實有一個趨勢是 越來越多的美術館他們會願意把自己館內 這些不管金屬家訪談等等也好的資料 放到一個叫做 International Network 就是跟當代藝術保存的網絡有關的一個網站上面 那那個網站完全是免費註冊 然後大部分都只有一群相關從業人來組成的 那他們有些人會主動的把這些資料放在上面 公開讓大家來做分享 那但是以一個我自己的背景其實是蠻 就是很怎麼說呢 會一直去思考說一個實際上符合原生數位文化的 資料收集跟互動的方式 其實我自己中心還是覺得 就是John他們所開發的這種方式 如果能夠透過某種用因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共編一個 資料問題機跟資料庫的話 其實會是大家比較省力的一種方式 但其實這個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資料收集方式的一個差別 那其實他們後來推出以後 我是看可能因為回想不是很好吧 就也沒有再繼續在做更新等等的 然後當然這個網頁跟這個軟體本身也會面臨保存的問題 保存跟在使用的問題 好現在的話讓我們再回來看我們這次制定的流程度 其實剛剛有些人畫在旁邊就是可能沒有很明顯 那就是包含說我們存在的位置跟安全性 還有媒材格式的名詞的標準化這些 其實不管是在剛剛的講座有提到 然後包含下午的工作方 其實也都會實際的去進行這些工作 那還有軟體的使用也是下午的時候 會有實際的演練 那最後一個也就是回到我這次想要 比較凸顯的一個主題 其實就是藝術家訪談 還有裝置說明書的用法 那像剛剛已經有 宇先生已經有談過 就是裝置說明書 就是可能需要帶一下另外一次吧 好 那其實我們這次的流程圖 其實是以經手人來做一個分類 那就比如說包含是藝術家要提供什麼 然後校內會需要走什麼行政流程 那這是典藏福利跟審議會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後要入場的時候 我們要有的數位檔案有哪一些東西做的工作 對就是我本人在做的工作 對 然後 藝術家這邊的話 他可能會在展覽的時候 有表達一個 他想要 他願意捐贈 或是在我們的就是拜託之下 他就會說 好那我們可以納入那個公園館的免場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能會簽一個 捐贈願意的統一書這樣子 那在簽這個統一書的時候 因為其實 像大方有講嘛 官媒館很多典藏的作品 其實是會在展覽的時候就開始 展覽結束之後就是納入的典藏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 記錄他在官媒館展場的照片等等 那 剛剛宇謙也有提到說 他覺得 藝術家會提供一個作品中式充足 可是那個東西絕對不會是 你最後收到這個 我們資料夾裡面的那個最終版的東西 因為他在那之中還要涉及說 我們跟藝術家反談之後 我們得到了什麼樣的資訊 我們跟他作品相關人員反談之後 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這樣 所以 如果只是書面上單項 像請藝術家提供的東西 我們覺得如果 我們可能收到的東西怎麼收都會覺得 好像有點不夠全面 然後也有點不夠缺少的一點什麼 這樣子 所以 像剛剛宇謙所講的 每件作品的案例其實都有差異 那 固定的問題本來會變成一張 有所缺漏的表格 那 這個情形其實是在我們的典藏的 資料裡面其實已經算是蠻明顯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蠻明顯 所以 這也是我們之後會改善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 在 典藏會議通過之前 我們就請他提供一次嘛 然後 然後最後我們再整理出一份 這個最終版的方式說明書 那 連同我們跟藝術家一些溝通往來的一些 信件一起收進這個資料獎裡面 當作一個這個作品的諮詢去整理這樣子 我想要補充一下就是 剛剛不是有說其實應該完整的紀錄要有 但是其實那一套紀錄的系統是歐美這些很大的管社他們所開發出來的在他們人力充足的狀況下所開發出來的一個系統 那在這次官媒館集資 當然就我自己的了解啦 全部都是私涵一個人在處理這所有的事情 那當然至於官媒館而已 比較可能跟其他其他館來說比較幸運的是 就是十之八九會進入場的作品都在館內會展出 所以在館內展出的這個時間點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紀錄時間點 那在紀錄的部分也就去掉了一定要做出ID report iteration report 跟artist interview 這些文件報告的這個比較繁瑣的部分 或是採用一個資料夾 然後給予比較詳細的檔案資料的命名的規範 然後來將這些重要資料全部收集在一個資料夾的部分 來做檔案的歸檔 而不是陰性的規定說你一定要做一份報告出來這樣子 嗯 好那這裡也可以講一下我剛剛沒有講 很快帶過的那個現在的紀錄的管理 其實都也難掛在這個新的流程表裡面了 包含是說我們去收集作品的資料跟文件 然後我們去跟別的美術館或別的收藏單位 進行綁架的部分 那最後是審議會通過之後 我們還要 就是因為是學校嘛 所以學校就要跟校內的很多單位進行協調 就請哪個組要幫我們出感謝狀 哪個組幫我們出收據啊 然後哪個組幫我們做捐贈證領等等的 所以這些相關的行政資料其實也都是保留在這邊 可是藉由這個流程表大家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說 這整個作品的入場的程序大概是什麼進行的 因為就是不只剛剛應該是說原本的程序只有著重在這一個黃色的部分 但是我們這次合作之後有進行一個總整理 把大家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列出來這樣 好 好 那我現在想要來做一個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感想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的身份其實也不是學護士 然後也不是之前就知道怎麼做典藏的人 所以其實在這次合作的過程中 我其實很明顯的感覺到典藏流程的更新 不只是讓這些作品能夠造圓一樣保存的更好 然後我們會對過去更負責 而是我覺得在跟這個計畫合作的過程中 很像擴充了更多未來展示的可能性 那對於藝術家來說 因為展覽的空間形式或者是現實的條件 預算等等的 我們其實都對於他們怎麼決定作品的展現 有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如果沒有經過更多典藏人員跟藝術家的對話 還有對再展示的討論的時候 很多時候作品它在被展示的時候 有一些策展人可能跟典藏人員有一些僵持不下的堅持 那些東西其實很可能都 如果我們有更好的資料的話 我們其實就不需要進行這種拉扯 那我覺得當然是說 預設的展示跟實際的展示 會比實際展示來的簡單多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去想像 為了要遇到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可能也很簡單 可是實際展示可能遇到的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挖在內的 所以我們 可是呢現實就是藝術家有可能會不在 然後作品有可能會壞掉 所以典藏人員留下來紀錄 其實就是策展人能夠跟藝術家 我覺得是一個跨時空溝通的文本 那雖然可能對於跟專業 跟真正的修復師他們怎麼在看待這個工作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角度 所以這個典藏人員的工作是很迷人的 然後還有一些我體認到的一些現實 也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不是那個背景出來 所以我其實還是有一些我的困惑跟期待 所以第一個是盤點的工作 因為像剛剛雨仙做的那個圖 什麼黃珠水道那個圖 那都很明確的講到就是說 其實盤點在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一人工作的 一人負責典藏的這種小管色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雖然說像傳統的梅茶 我們可能可以開箱檢視 我們可以去盤點 我們就是大概這樣子看一下 檢視一下它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因為這些東西 新媒體的作品 其實它是要把東西全部連結起來 全部進到展場裡面做展示 所以其實這對我們來講是 對尤其是對官媒館來講 其實是有點困難 因為我們其實也沒有技術人員的支援等等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一個 和長期來講要改善的那個事情 就是我們怎麼進行深度的盤點 那我覺得當下我會 在這個計畫結束之後 我會開始著手進行的 其實應該是先整理好我們組件的定義方式 因為就是像剛剛余仙有講到說 有一些東西它可能是作品本身 有些東西它可能是一個展示的理解 那有些東西其實根本就是 也許可以是以當下 就是展示的當下有什麼樣的細材 來去做更動的這些東西 收藏的資料裡面 但如果藝術家認為 欸沒有啊 這完全是我跟這位策展人 在這個特定的策展脈絡之下 所產出的一個同一系列 但不是同一件作品的話 那也有一種狀況是 藝術家可能會認為 我當初賣給你的就是我在你這邊展覽 然後在譬如說亞洲脈絡下 譬如說西方脈絡下 譬如說西方脈絡下 我是賣給你亞洲脈絡下的 那西方脈絡下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它有可能跟你說 欸你也可以再買進來啊看看 那這個其實就會牽扯到很多 那個不管是保險價錢啊 然後一些審議啊這些事情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很多的階段 國外會告訴你說其實 越早讓藝術家介入那個入場 然後包含重點很多流程 是很重要的 然後當然如果說藝術家不在世了 然後其實現在大部分的作品 是要嘛藝術家不在世 要嘛藝術家不care 要嘛聯絡不到藝術家 那這種狀況下當然就是 就是我們所謂稱為叫做Beglog 就是這一批Beglog的作品 嗯美術館就是盡可能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然後很也可以很大膽的說 欸這批作品我們就交給策展人 來做某種程度上的賣物的補充 那可能會有更多的未來策展的可能性這樣子 對那也會變成說 欸好像什麼事是不是什麼事情 都要跟藝術家確認 但其實國外也 一開始他們確實是說 欸藝術家最大 他說是這樣就這樣 但後來他們也開始漸漸的 從一些比較屬於 Oral History這一塊的一些理論去補充說 不一定喔不一定是藝術家最大 包含說美術館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收藏的這個版本 是不是就鎖在某個時間範圍下 或者是說我們要知道這件作品 他真的有可能到什麼時候就死了 然後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從 檢查體的身份轉換成一個 archive的身份然後再被斬除 對所以就大概這樣子回應剛剛的那個問題 對而且這些事情真的都是case by case 完全會根據色彩人的個性 然後藝術家的個性來做討論 對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像剛剛我們有看到兩個 就是比較 1985年跟後來的 2004年 在媒體裝置上面的進步 導致於他現場展示的媒體設備 跟現在的媒體設備是不同的 但是在這個展示裡面他是有被展示出來 所以觀眾可以同時意識到 當時的1985年的時候 他的裝置設備的限制在哪裡 那今天我們可以怎樣去處理 可是如果這個方式 當這個裝置沒有被展示出來的時候 我們只看到那個互相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背或著這個脈絡 在現場並不清楚 那有很多可能很早期的時候 在當時的展示設備 或者是媒體技術上是一個創新的 或者是這種 可是到現代可能 我們一般已經沒有接受說 它是一個很平常的一個裝置的時候 那這種在背後當時的創新的這種 創新的創作的這種思維 如何被現在 後來重新詮釋的展示 然後觀眾入場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自己 我覺得這個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如果 以前我在Amplug工作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管方的收藏政策 並沒有覺得 藝術家所使用的技術媒材的重要 這個技術史也是收藏的部分 但那時候我的主管一直 也很希望把這塊保留下來 雖然它不是觀眾實際上 需要看到的東西 可是它確實代表了某個年代 藝術家用他們一些很土耗的方式 然後所創造出來 我們現在覺得西松平常的一些技術 所以第一個是 如果要能夠確保未來還有展示 這個層面 技術層面的可能性 變成你同時要去保存這些舊的材料 那DKM就是用這樣的做法 德國DKM他們花了一大 他們管內有一大批 就是很厲害的那種修電視的啦 修舊的那個播放器的啦 這種很深厚的這些技工 對不對 技師他們就養這批人 那確保這些舊的美材的東西 是能夠再會運作的 這是第一點 就是你要有材料嘛 那第二個就是 有這些材料以後 有沒有一個策展的主題面向 能夠去串連出這個 那國外我是知道 國外有一些館廁 他們在策自己的點藏展的時候 確實會以這個技術面向來去呈現 那這個時候他在選件上面可能就 他就會刻意的像 您剛剛在照片上所看到的 把他背後的幾件跟 視覺內容的圖片一起呈現出來 對所以要先確保 欸我們有這些材料可以做展出 然後有適當的紀錄做展出 然後再來就是策展的時候 要怎麼做規劃這種程度 對 但是前面那一段其實是還蠻 蠻困難的 對 我自己沒有接觸太多 國內就是這些比較屬於 舊時代的媒體的這些修復 但是大概知道的是 國外他們很多會跟那個電玩遊戲領域的人 就是很多電玩控 他們可能特別喜歡這些vintage 那他們會真的大概知道門路說 我要怎麼修舊的電視 然後要去哪邊找這些東西 對 然後 但實際上這些東西就是隨著時間 你越來越買不到 然後你越來越找不到人 所以他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野心版 對 但是有另外一種策展方式是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個 有點類似科博館或是科教館 在展示一些舊的技術 我們一樣可以放舊的設備 但是可能一樣會用immulation的 現在科技的方式來告訴觀眾說 欸以前這個技術是怎麼運作的 對 那就會有點 那些設備大概就變成一個 雕塑鼓動的一個概念 放在那邊給大家看 對 但我自己確實是有覺得 好像國內的美術館 可能因為方向的不同吧 就是還比較沒有在關注這個技術發展的部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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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最快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問一下 其實很期待就是文學那件作品 後來你還有再跟他談說 入場嗎 沒有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還沒有辦法給他一個guarantee說 喔 我有 超級的作品進來 我有一個規劃 然後或者是 我可以很不確地跟他講說 喔為什麼我們需要的作品 是因為官面館它的特質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是 我原本以為這些東西不太重要 就是我原本以為這些東西 這個我覺得在這一個問題 就是說 怎麼樣看待典廠這回事 因為典廠它並不是只是收藏一些 它事實上 那意思是一個車載 它怎麼樣 它是有一個 其實在很多大的美術館 甚至有些石的藏條 他們在做典廠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是有一個整體概念 我這個典廠到底是怎麼好 我怎麼樣去找 我需要讀 我想要典廠的作品的話 就像是背後有很多的 理念或者想法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會問你這種問題 我覺得是 跟這樣子的一個 思考的Miro 有關說 官面館如果他在做典廠 他到底他在思考的怎麼樣 包括美術館本身的定位 或者是他典廠的定位 他可能一定會有一點點不同 可是他會有這種這樣的內容 是需要去思考一下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台語中才會問你 這樣子 對 因為我原本 其實 其實因為我 其實還沒有經手過任何的入場程序 因為我其實到此也沒有很久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 呃 像剛剛台銘講的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真的是需要去 去思考 或者甚至是去說服藝術家等等的一些理由 那但是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應該是說我覺得我們要先做的應該是一個典廠的展 就是我們要開始去建立那個論述的方式 應該是從展覽開始做起 而不是我跟大家說 喔我們就是大學美術館 精彩 現在是很多人 不容易 一定是閃人 在這段時間 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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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注重藝術家 所以我們要所有的作品 其實這些東西對我來講 都還不如你真的去研究一個典藏展開來的實際 所以我覺得 包含不管是像文軒 任何未來的藝術家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必須藉由展覽來 慢慢建立我們自己的論述 因為像大家所聽到的 我們全部都是捐贈的作品 所以在沒有夠長的情況下 其實就變成是說 有點像是在測藝術家各展的那種感覺 也知道嗎 就是作品就是這些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把這些東西捐起來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典藏研究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我其實剛才有一個講法 因為我在裡面談這個數位典藏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一點像是從傳統的材質 來到數位的一種 就要去研究去思考典藏這個問題 然後其實我剛才聽你們的講的時候 就是包括史漢也是很強的 藝術家在訪談 那裡面也在訪談 其實這件事情是給我回退的 因為事實上 我自己也碰過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在典藏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把 那藝術家會提供的那個 藝術家會提供的那個 藝術家都會有 可是它會有很多是設計圖裡面 我在裡面提到是講不到的 對 所以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要給它直接打 我要不要把稿裡面 沒有辦法告訴它的東西 說明 事實上是 因為它們也不會有要求 它們並沒有做訪談 真的不是 所以大家那些作品 並不是數位的作品 那是傳統的中製作品 有材質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就可以往回退 它並不是從傳統的材質的點槍到數位 也是它這樣子的思考 其實它就是說 在典藏的思考的這個賣物裡面 它是往前推的 可是它並不是單純的 只是說 因為它去到了數位 所以會產生了新的想法 而是典藏的新的想法 被往回走回去的 其他傳統的 美財上的那種 對於典藏的這種概念 其實我也後來合作後期 我也很深刻的感覺 其實這是一個 對於典藏的概念 對 的一個激發的過程 而不是真的只是在講啟示錄 也不是真的只是在講動力作品 就是它是整個對於典藏 你要怎麼去 你為什麼要做典藏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在這部分 我收穫蠻多的 然後我也有一些未來的計畫 因為當我 那一次當時 我會想要不要 能不能當妹跟她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因為 我會有不同的版本 對 因為你展示的時候 你們都會知道說 它會有空間的 與你各種各樣的 它會出現不同的版本 有不同的設置 可是它需要有那個 因為你訪談 就是說你需要知道 它背後 比較精準的概念 怎麼樣子做 那個距離 怎麼樣子 知道那個判斷 所以我覺得是 這個版本是你們提到的 這個版本 它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奏音 假設你們有辦法 藝術家不摘 或者是沒有這種情況 只要怎麼樣去做 演車檔 或者美術館去做判斷 在展示的時候 對 因為我們這次 之所以 詢問了邀請文圈來 讓我們進行藝術家反彈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 除了它展示的版本 還有一個原因是 它那件作品有去到 光宗雙年長參展 那它在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個是因為疫情 所以延後一點 所以它本人一定不在現場 所以 我就是可以藉由 它的這個經驗 去問它說 那你在遠端 跟部長人員 一起工作的時候 你感覺怎麼樣 你覺得他們有辦法 你覺得他們缺少了 他們最後的展示 缺少了什麼 你跟它溝通的時候 其實這個有點像是 在演變 就是藝術家如果 他可能出國還是什麼 他不在現場 那他 在遠端工作的時候 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情形 對 所以這也是那時候 選文圈的一個很棒的一個正常 對 那那件作品其實蠻複雜的 就是又有表演嘛 然後又有線上的 買廣告的這個行為 然後後來的 他又再延伸了自己 後來幾個版本 又將自己變成的身份 我們甚至談到說 他把自己的表演 這個人本身 做了一個媒產 於是我們也有問他說 嗯 如果 如果你在了 這個表演 就是非要是你 也不可 但他一開始其實是說 是 但是我們再稍微去趴 說 欸為什麼是一定要他本人 其實原因是因為 他所寫的那個劇本 是根據他這個身體所寫的 但是他其實可以接受 其他的身體 來演 為了那個身體 而寫的劇本 在同樣的創作概念之下 那這其實也表示說 如果我們 希望未來有 文軒 呃 發生什麼事情 有其他人可以來演 他在這邊覺得很難 他為什麼會講 他為什麼會講 是不是說他不在了 國外的 他去不到 對 去不到 對 那他可能就要為了 國外的那個演員 寫一個 寫一個劇本 那這個狀況下 是可以被接受的 對 然後關於藝術家訪談 還有一點可以補充的是 因為 其實我剛到M Plus的時候 我就收到一疊 說 欸這是我們之前 寄給藝術家 請他們填的 藝術家訪談的那個問卷表 裡面大家就問說 欸作品創作概念 用什麼 當初用什麼東西拍的 技術是什麼 然後說回來的東西 就是有點哩哩啦啦 然後甚至 同一件 同一個藝術家 然後三件 差不多同一個時期的作品 收回來的表 裡面寫的內容 完全是不一樣的 然後看了以後 就很明顯的發現 這大概是藝術家 丟給他的三個助理 然後一個人提選 得到的結果 然後包含說 其實我們可能會在裡面問說 欸你的作品是什麼 格式 那下午大家就會聽到 就是單純格式一個詞 其實大家每個人的想像 就會不一樣 有的人寫MP4 有的人寫H2.264 有的人寫DVD 有的人寫USB等等的 那我想要講的是 如果你有那個人力去篩選 收回來的問卷的那個準確度 那我覺得OK 你可能可以一次收到 50幾個 50個 100件的作品的問卷調查 然後你再去篩說 哪一個是 看起來是對的 看起來是錯的 然後再一個也去回答 但其實很多國外的人 是都認為 一次好好的藝術家訪談 你帶著他 然後電話也好 視訊也好 一起走完這個流程 遠遠的筆你寄給他 然後他可能花了10分鐘 或者說甚至不到10分鐘 隨便的填寫 然後說可能還要自己在那邊除錯 來的效率都還要高很多 那國外他們會 一開始會採取這種方法 也是我們有一大堆的Baglog 1000件作品 那趕快有一個表格 然後我希望趕快收到很多東西 但是國內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當然官媒館是60幾件 我們可能一個月做個兩件 三件應該還不為國吧 然後 北美館跟國美館大概是200件左右 我知道雖然但是200到300件左右 那當然我也是建議他們說 你要好好的跟藝術家做訪談等等的 但是那可能就是要慢慢的去把這個事情 規劃進來 然後我也會建議說 如果跟展覽單位有一些比較好密切合作的話 就可以趁藝術家可能因為他其他作品的原因 來展覽 然後剛好來國內 就約那個時間來補足一些作品的資料 對就是千萬不建議直接把一張表格寄給他 然後他在一口霧水的狀況下 他天下的很多其實對於自己來說也不一定是很有用的 或甚至會誤判的一些內容這樣子 那我們時間還蠻剛好的 就先 等一下會先大家一起帶隊到我們下午工作房要用的 要工作的地點 然後因為防疫的關係 等一下吃飯的時間這裡可以坐一些人 然後下面也可以坐一些人 就是大家稍微抽開一下空間這樣子 然後吃完了垃圾 吃完了垃圾 我們統一放這裡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在下面吃飯 或是你在校園吃飯等等 你還是把垃圾帶到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放垃圾袋 來收大家的點檔 然後下午場 1點到1點時分放不到 待會我現在先一起帶大家下去 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是 光明館住住民意不夾工作室 那我們現在沒有住民意就夾 所以我們就接這個場地來進行活動 我們就接這個場地來進行活動 嗜… 我們可以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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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